怎么会有这么狠心的父母亲 来看看高雄有一对夫妻闹离婚 双方都不想要三个月小女婴的监护权 竟然就从调解亭一路吵到了法院门口 最后两个人竟然狠心的将小女婴 就丢弃在法院旁的水沟盖 法警上前制止 但这一对狠心的夫妻竟然各自开车扬长而去 熊姐在今天以遗弃罪将两个人起诉了 一个孩子倒是爸妈的心肝宝贝 不过高雄却有一对狠心夫妇 两人为了离婚谁也不愿承担三个月小女婴的监护权 竟然狠心丢包弃之不理 去年11月这对狠心爸妈因为监护权问题争论不休 闹上了家事法庭 从法庭吵到了法院门口 双方一言不合 就将才三个月大的小女婴放置在法院外的水沟盖 远景看到上前制止 双方却开车扬长而去 夸张是连外公接到通知 却整理了小女婴的物品 拿到法警室就离开 夸张作为让旁人看了 只摇头 这个无辜的小女婴暂时被安置在寄养家庭 不过熊姐将这对狠心夫妇依疑弃罪起诉 不过为了离婚将无辜的亲生骨肉丢包弃养 这样的行径实在让人无法接受 记者马日文谢崇道高尚报道